汉王遇刺,快传御仪 父皇,孩儿听说天街自杀一事 过来,过来问案 我此次御驾亲征一年之久 打得阿鲁台抱头鼠窜 想不到大劫环朝走到自己家门口 竟出了这样的事 老二伤势如何 爹,那些刺客在剑上脆了毒 好在他依旧之急时 老二休息几日就没有大碍了 要不是老二提前侦查到反贼洞下 你今天来就不是问安了吧 爹啊,我朕 外有强敌,内有叛党 你这个国是怎么奸的 赵王,带着五城兵马和你麾下的锦衣卫 封锁城门全城搜捕 这些反贼,何时到的京城 何人安排,有何用意,经何人接应 都给朕全查出来 儿臣遵旨 穿也就穿了吧 可为什么偏偏穿成了汉王朱高旭 那个鼎鼎有名的瓦冠机 朱高旭,男 初被封为高阳郡王 后随附朱棣起兵敬难 骁勇善战,泪力战功 只因朱棣那句经典名言 世子多病,汝当勉利之 朱高旭就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 最后被那位好大侄儿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王爷,您刚醒,饮酒烧身呢 父王,母妃有佣在身 您就别再折腾了 儿那,爹心里苦啊 继继续呆在京师 未来势必逃不过被做成瓦冠机的命运 既如此,那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去云南做个依红微脆的逍遥王爷 他不香吗 那张龙椅有什么好做的 挤得比鸡枣,睡得比狗碗,吃得比猪叉,干得比驴多 脑子有问题,才去征这个位置 老二啊,你来了 身子骨怎么样,都好全了吗 你这小子,几日不见到是居起你来了 爹,居取小伤,不足挂齿 对这个勇武过人的儿子 朱棣一向都很偏爱 一方面是因为太子温文尔雅 不像他这个马上征战的老子 另一方面是因为立老大为太子 朱棣一直对朱高旭有些愧疚 毕竟当年在战场上拿命去拼的不是老大 而是老二 今天来世有什么事吗 爹,现在四海成平,国父民安 儿子响,响去云南就翻 老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爹啊,儿子人还没马凳子高旧跟着您上阵杀敌 这些年出生入死 三十七处刀疤十六处剑伤 大小战士百鱼刺 儿子真觉得累了 累了,你说你累了 这大明是我老朱家的 现在战事未定 你想撂挑子不干了 老二啊,爹老了 你大哥身体又不好 这大好河山还要靠你继续努力啊 我尼玛不要脸了是吧 爹知道你那些小心思 以退为进,对吧 如今爹收了老大的监国大权 你又护驾有功,立马就请辞来了 这招用的妙啊,老二 不是啊,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爹知道你心里委屈 你不就是想发发牢骚吗 这样,朕把五成兵马司交给你 再让你监国三日 那些官员顺你心意该查查该抓抓 怎么样 让我监国 老头子,你疯了吧 混账,怎么跟朕说话呢 老二天律抽了什么疯 顺他心意让他去告他 还让他监国 怎么还一副死了亲爹的模样 难怪历史上的汉王敢夺狄争位 原来都是被这个亲爹给坑的 爹啊,一直以来都是大哥监国 儿子,没经验啊 没经验可以学嘛 老大爷不是生下来就会处理政务 你个坑儿子的狗贼 不是啊,爹 大哥监国期间朝政处理得当 没有披露 您这样做对大哥不公平啊 没有披露 朕亲征阿鲁台 血战一年都没出事 结果在家门口被人刺杀 外有强敌 内有叛党 还差点连累了你 你说太子这国是怎么监的 啊,对对对 最后你还不是把皇位传给了老大 爹啊,这差事儿子不能接 为什么不能接 儿子若监国 那让大哥和大侄儿如何自处 爹啊,儿子真想去云南休养 哦,你是想去云南招兵买马 再学你老子我 起兵造你老子的反 哎,麻了,彻底麻了 直接威胁上了 这老逼登就是想榨干我 这个国你监也得监 不监也得监 由不得你不同意 若你监国有成效 追查到建文的下落 爹子有家赏 哎呀,我都累成这样了 你爷爷还是对我有意见啊 为了这坚果的烂摊子 我又胖了十几斤 我容易吗 哎呀,咱回顺天 这太子我也不当了 让老二来 我可怜的儿娜 这应天容不下咱们 容不下咱们呀 大侄儿,还不快去把你爹扶起来 成何体统 老二了 你去告诉老爷子 这太子我干不下去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打仗 灾民怎么办 曹运怎么办 永乐大典怎么办 顺天何地灵害羞不羞了 他倒是痛快了 难处全让我一个人担着 不干了 干不下去了 他不是宠你吗 以后这摊子事就交给你了 老大啊 爹方才说让我监国 此话一出 东宫顿时安静了 即便再没常识的人 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汉王监国 皇上这是对太子不满 大明,要变天了吗 好啊 这可真是太好了 哎呀 咱们这就舒适舒适 明儿一早就请指挥顺天去 给人家疼地方 应天容不下咱们了 疼地方疼地方啊 二叔 老爷子真让您监国 你不是老头的心肝吗 自己去问他啊 行了老大 装模作样 哭给谁看啊 我这正心烦着呢 你都监上国了 还烦什么 我一个王爷 监哪门子的国 老头子的心思 你还不知道 他又想打仗 又不愿受你撤手 这才借着由头 把你的监国之权给收了 你两只气把我卷进来 算怎么回事 反正这烂摊子我不接 爱咋办咋办 这老二今日好像有些不一样啊 皇上都下令了 你就先干着呗 正好我这身子骨弱 也得空休息几天 我不管 这烂摊子我不接 明儿一早 我就去云南就翻 你们也俩爱咋闹咋闹 不能这么欺负人 这还是老二嘛 去云南就翻 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老二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啊 若把他这身肥镖剪下来 让红西皇帝多活几年 那我日后的逍遥生活 指日可待啊 老二 你想干吧 你不要乱来啊 大哥 我最近学了一套更红体操 对燃脂很有帮助 来 跟我一起跳起来 啥体操 啥燃脂 老二你疯了吧 你别上手 五六七走 哎对 腿抬起来 来 把脚踢高 老二 我出汗了 好像还真有效果 老二主动请求去云南就翻 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若是真心 那他为何直到今日才幡然醒悟 若是假意 那为何朕让他坚果 他又百般推脱 启禀皇上 太子服属官已经缉纳 请皇上下旨发落 太子什么反应 老大每次都哭 见怪不怪 只是老二去太子府做什么 是去炫耀还是去请教 去查清楚 老二 不行了 真不行了 嗯 老大老二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老三 快来 二哥今日教你一套耕红体操 然之有其笑 你看老大才跳了这么一会 出了多少汉 本王保证一个月内 老大至少能瘦二十斤 汉王说的可是真的 太子妃放心 再搭配上本王的简直套餐 若是老大受不下来 你拿我治罪 好就按汉王的意思吧 来人都学起来记起来 艾飞 有事好商量 艾飞 你们折腾死我得了 老二 高啊 你这招我真是没想到 杀高 我哪招啊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借着这燃制体操的油头 可今儿折腾老大 让他没时间关注朝政 对吧 老头子让你牵驳 那你这不是随着心意 炮制那些太子党 老二 论阴险狡诈 卑鄙无耻 还得看你啊 不过老二 你这招是挺折腾人啊 指不定就将老大给送走了 朱高熙 你好毒啊 爷爷 您可得给我爹做主啊 嘿 果然啊 老二还真是贼心不死 亏得正还以为 他转了性子 凡然醒悟了 爷爷交给你一个差事 办好了重重有赏 哦 爹啊 刺杀这事 是不是你的手笔 你爹我怎么可能 勾结静难遗孤 刺杀老爷子 嗯 卧槽 这事好像还真责门 是我干的 难怪老爷子不信我 原来跟在这呢 爹 勾结静难遗孤死亡杀架 万一到老爷子查出来了 我们汉王府就完了 好儿子 你明日去找你三叔 入锦衣卫当差 跟他一起追查静难遗孤 让你我父子俩 帮你爷爷解决一下心病 三叔 侄儿听闻 静难遗孤猖獗 所以特意来锦衣卫讨个差事 为三叔分忧 大侄儿 三叔这锦衣卫 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要是被老爷子知道了 哈哈哈哈哈哈 既然老爷子心里有书 那三叔我就放心了 这样吧 给你个百户的职位 如何 三叔 百户职权也太少了些 千户如何啊 你想都不要想 你这一来开口 便要挤走一个千户 难以不重啊 而且千户事物繁忙 要对百姓负责 你把握不住 这样吧 除了不得插手千户所事物外 你可随时提审赵玉内的嫌犯 满意了吧 既然如此 那这儿就多谢三叔了 三叔 只看你来了 还是你小子有心啊 知道三叔我最爱抄鸡 他来锦衣卫做什么 难道是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不能啊 这小子从小就是个闷葫芦 他和爷爷一年都说不上两句话 怎会知晓爷爷爷的心意 三叔 我爹让我来锦衣卫 向您讨个差事 想要什么职位 除了政府史和指挥史 其他职位任你挑 你当 你刚刚不是说对百姓负责吗 怎么到了他这里就可以随便挑了 三叔 不行的 不能让你麻烦 我爹让我过来为你分忧 三叔你看着安排个职务就是了 你这孩子 有能力就要表现出来 你不去中不去斗 别人怎么知道你有能力 这样吧 刚好手下有一个位政府的缺额 三叔做主给你了 你当 我这个太孙手握圣运金牌 只要到了一个小百货 他拎来了一只烧鸡 救他娘的成了位政府 三叔 你这太欺负人了吧 你懂什么 你是堂堂太僧殿下 来我这不过适度度金 事办完了你还是太僧殿下 未来有大好江山等着你继承 赫折不一样 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自然应该给我老朱家的江山建一奔利 赫折 看见没有 这还没做上龙椅呢 就敢对老子呲牙咧嘴的 将来等他真的上位了 我和你爹可有苦头吃了 好折 做出鞋成器给老爷子看 三叔肯定支持你 爹 儿子自敢 罪孽深重 无言面对您 还请爹 恩准我 前去云南就翻 老二 你护驾有功 何措之有啊 爹啊 此次那些刺亡杀驾的静难遗孤 其实是儿子指使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朱蒂从一开始 就知道这是老二的小动作 本来故意装作不知道 在老二面前演了一出好戏 结果主角却主动坦白了 这感觉让他很是不爽 爹 儿子鬼迷心窍的 想给老大泼脏水 与他们合作 无意于与虎谋痞 请爹则罚 将我逐出 京师前去就翻 拿静难遗孤做手风剑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你这臭丘巴 真是 爹 要不你让我去就翻得了 去就翻得了 省得成天惹您不痛快 混账东西 混账东西 抬起头来 不是啊 爹啊 多大点事 真不至于 杀人了 爹你息怒啊爹 老二你快跪下认错 你知道这混账干了什么事吗 前几日的刺杀 就是这畜生的手笔 就是为了给你这个监国太子爷 泼脏水 老二 真是你做的 你糊涂啊你 你不是想要当太子吗 那你把剑拿起来 一剑砍了你眼前的太子爷 朕就让你当太子 爹 试探我呢 我现在赶去碰这天子剑 别说灰剑杀太子了 朱老四只怕 立马下令进军把我砍了 好在你没有动 太子爷 把剑拿起来 砍 砍了他 爹 一剑砍下去 老二脑袋就掉了 这样就没人跟你争了 砍吧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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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爹 儿子自敢 罪孽深重 不配在 是孝胜前 请爹安准 儿子明日离京 前往云南就番 正务有大哥 帮着爹处理 打仗也有老三 从旁护佑 儿子也就放心了 希望爹能够安准 这个混账恭喜 现在怎就一门心思的 想要去就番 苦肉计事吧 朕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手段 老大 你回去吧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 可是爹 老二他 老二 别说爹不给你机会 爹把五成兵马司交给你 从明日追查 建文行踪 如果成功找到建文 什么事爹都可以忘了 如若不然 你就等着发配凤阳高强吧 你娘脸 这未免也太狠了吧 朱老四啊 朱老四 你这又是一次试探 把五成兵马司交给我 等着老子与老三 一同起兵谋逆 坑儿子啊 爹啊 三叔鼓励我去跟唐兄争 你说我争得过吗 儿呢 你想不想 同你唐兄争 爹 我想让爷爷多看我一眼 既然如此 那就放手去干吧 爹全力支持你 儿呢 你要媳妇不要 啊 朱瞻鸡啊 朱瞻鸡 不是二叔 要解你胡 二叔也是被老爷子逼的 一日 朱瞻鹤身穿飞鱼服 在朱高旭提点下 直奔孙氏骨丸扑而去 刺杀未果的孙若微妇女 正躲在这个临时落脚点 几位大人 不知你们有何贵干 莫怕 我等奉命全程搜骨刺客 掏扰了 死 真能装 并重置人还饮酒 这不是主动找死吗 堂弟 真是巧了呀 堂兄 这家小店我的人已经搜查过了 不见一样 无妨 你我兄弟二人许久没有携手游应天了 堂弟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 去搜查其他地方 堂兄 我现在 逼你的 这男扮女装的丫头 不会就是父王给我找的媳妇吧 我们走着小 看来她是想跟我争相一争啊 就凭你 也配 黄大人 我们 去其他安装 黄爷 不知今日约见所为何事 所为何事 黄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杀人灭口 什么意思 干在剑上碎毒 老子 差点死在了你们手中 别快停手 大局为重碍言 这些日子风头正紧 立刻停止所有刺杀行动 暂且修生养息 本王会给你们安排钱粮身份 黄爷这是何意 如果现在停止刺杀 那我们先前做的可全都白费了 你懂什么 郑和船队已经到了太仓流家港 不日便会率万国使臣回京 届时皇帝会举行万国宴礼 谢万国使臣 黄爷的意思是 在万国宴上动手 还不算太蠢 这段时间给本王安分点 让他们放松警惕 不然坏了大事 本王租了你们这些废物 黄爷放心 绝不会出现任何纰漏 真是畜生 为了皇位竟然安排刺客 杀自己亲爹 朱弟啊朱弟 这就是你造反蒙尼的报应 而那 今日收获如何 父王 你说给我找的媳妇 不会就是那个女反费吧 呦 这便宜儿子 竟然还有这般敏锐的洞察力 反贼不反贼的都不打紧 喜白就是了 爹就问你一句话 那女反贼生得如何 心动吗 爹 这不行的 绝对不行 人约了吧 按照爹的吩咐 强迫加威胁 你已经约了 那就好 明日你就带着她携手 游鹰天去吧 这女娃可不简单 能不能解决你爷爷的心病 就看她了 这几日朱瞻鸡 连挖了几个反贼暗装 也总算有了些许收获 从那些反贼嘴里得知 京师里负责接应他们的人 是那个神秘的黄爷 黄爷 出身朱鸣皇室 又与反贼勾结 除了我那位二叔 还有谁会如此胆大包天 哼 真是一件双雕的毒计 既给我爹泼了脏水 又在黄爷爷面前立下了大功 朱高旭啊朱高旭 你还真是贼心不死 哎呀 终于舍得回来了 快看看你爹 我是不是瘦了 是是是 瘦了瘦了 我看你最近有点飘啊 闹不好要出事 老三 你方才说 詹贺也去了锦衣卫 你还给了他 一个位政府的差事 詹贺与詹姬不同 詹姬将来是要做皇帝 可是詹贺这孩子 也不能就让他闲着啊 儿臣寻死着培养培养他 这孩子倒是干得不错 一出手就挖出了锦卿之女 你说谁 锦卿之女 当年我们攻入迎天后 锦卿早有死亦 就将女儿托付给了顾交孙渝 哼 好的很啊 朕还纳闷攻入迎天后 这孙渝就不见了踪影 原来是舍了荣华富贵 甘愿做反贼 畜生 朕问你 孙渝一世 你是否知情 不 你汉王也肯定知情 你可是汉王啊 反贼口中的皇爷啊 娘的 今天出门 没有看皇帝 爹 孙渝不是反贼 他只是受人之托 带着锦卿之女 浪迹天涯 是那小丫头骗子不懂事 非要找您报仇 这才被迫加入了反贼 你的意思是 朕杀了那么多人 就该自裁谢罪 对吗 老二快闭嘴 我们一家人造的反 你就算把他们全杀光了 那些个使官也不会写你是顺位继承的 与其如此 你为何不放下仇恨与静男遗孤和解 彻底解决这个隐患啊 疯了 老二却对疯了 和解 朕为什么要跟一群反贼和解 爹啊 那些前朝旧臣几乎都被你杀光了 现在这些都是他们的遗孤 他们何罪之有 只要爹你下旨赦免他们 恩准他们返乡生火 这些反贼就不攻自破了 而且儿子向你保证 可以借助这个契机 寻到剑门下落 朕知道了 你现在替他们求情 是向朕赦免了他们 然后你再趁机收尾己用 对吧 这坑儿贼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 你爱杀不杀 老子还不伺候了 什么德行 这 这畜生刚才说什么 去 去把那畜生抓回来 成啊 翅膀硬了现在 敢跟你爹叫板了 还去就什么番啊 去凤阳养老去吧 行了 说说吧 有什么计划 景青之女名孙若薇 爹你只要下旨赦免了她 算是透露出一个信号 那些静男遗孤 自然就会看到希望 哼 爹啊 儿子知道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所以准备在万国宴会上 安排一场假刺杀 儿子敢保证这姑娘 绝对会舍身就驾 万国宴会假刺杀 反贼还舍身就驾 你哥这骗鬼呢 你怎么能保证那孙若薇会舍身就驾 这是儿子至少有九成九把握 再者说有我和老三 不会真让爹你受了伤 一个女反贼 值得信任吗 爹啊 那可不是女反贼 而是你未来孙媳妇 你是说张鹤 与这女反贼 荒谬 你就不担心张鹤安危 没错 他是让老二追查建文下落 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容忍老二 不惜用自己儿子当幼儿 张鹤跟家人携手 游鹰天的能出什么事儿 爹你就放心吧 万国宴后 爹就可以借着护驾有功的名头 赦免孙若薇 给那些静难遗孤做做样子 让他们看到希望 然后以孙若薇做联络人 告诉他们我们给出的筹码 筹码就是赦免奴尔 干都司的三万静难遗孤 对吧 建文自诩人后 大概率会来 他如果不来 那这些静难遗孤 就会感到心寒 不再给他卖命 犯贼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无论建文做什么抉择 对我们而言都没有坏处 嗯 此计不错 那万国宴就交给你负责准备 老二啊 你大哥身子堵不好 不要让爹失望啊 你大爷的 放心吧 爹 安排刺杀 这是我熟练啊 兔崽子 恶心人士吧 老三 詹赫最近在忙什么 詹赫这孩子憨厚老实 儿子给了他一个为政府的职位 他这几遇确实一直在陪景清 那女娃游玩散心 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那女娃什么反应 这孩子就是太老实了 带着人家公囊去面馆吃面 去茶楼喝茶 还去桥底下听书 进去歇寒酸的地方 那张鸡这孩子又在忙什么 打折这几遇连挖了不少烂桩 把人全部抓入赵玉提审 这孩子审讯能力极强 似乎已经发现了老二与此次刺杀有关 正连夜拷问那些反贼 想要申拔下去找到证据 这孩子路走歪了 让他拿着金腰牌去查靖南遗孤 目的是寻找建文下过 他现在倒好 以门心思的深挖老二与反贼勾结的罪证 这孩子的心比他爹要狠得多啊 景清那女娃如何 相貌学识可还行 爹啊 那女娃相貌没得说 可学识儿子哪里知道 不过她是个女反贼 爹你可不能动歪心思啊 女反贼 那是朕的孙媳妇 儿那喜欢这女娃吗 可惜她是反贼 儿子就算在喜欢 也不能与她 怕什么 你爷爷要见她一面 替你把把关 明日你先带她来府上吧 儿那朱真基那小子 这些天在忙什么 这几日都在提审 他从暗装挖出来的反贼 三叔说他怀疑到了爹头上 这该如何是好 好事啊 让他继续查吧 儿娘 郑和马上回来了 既是万国来朝 你身为太孙彰显着国之威严 近些日子就不要去锦衣卫了 叔叔行吧 爹 您不争不强 但是儿子做不到 二叔已经手握兵权角弄风云 再这么放任下去 将来这东宫就要一主了 你知道你爷爷两大 心病是什么吗 一是剑文下落 一是古路相残 你一门心思查你二叔 乖儿子 还是你听话啊 老二 明晚的万国宴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爹 我办事你放心 自杀这方面 儿子有经验啊 嗯 你这是不是画错了 怎爹 我大明才这么点 爹 世界很大 海上财富 更是数不胜数 爹 你知道东边的窝国吧 含银超上一两 含金超千万两 这不可能 那么有钱窝寇 怎会不要命的截略我大明 爹 光有钱没用 窝国动手能力差 所以必须仰仗我 大明供给生活物资 您大可趁此机会下旨 取消与窝国之间的 堪和贸易 除非窝国 自行解决了那些窝寇 嗯 接着说 银矿的事 银矿你就别想了 除非你乐意出兵 灭了这个蛋丸小国 窝国是太祖定下的 不争之国 如此行事 至天朝威严 于何地 不打就不打背 等你哥屁了 老子亲自带兵 灭了他 爹啊 即使香料 黄金这些 虽然值钱 但没有个好价可不行 可以放爱回收 回收了 折现全部冲入国库 爱回收咱知道 上市公司专业靠谱 还有这手机 陈怡并放爱回收 对比了一圈 还是他们价格高 全国有两千多家门店 大商场里都有 不愿意出门 也可以下单叫工程师 上门回收 现场打款 总之二手回收 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 准没错 其实海上 还有更宝贵的东西 还有什么更加珍贵 爹啊 如果我告诉你 就在那些海外小国中 藏着可轻松 达到亩产二十弹 三十弹 甚至四十弹的粮食 你会怎么做 若是真有这种粮食 就算是远渡从阳老师远征 朕也要不惜一切代价 得到它 爹可拿着这堪余图 找证和证实 他现在的眼界与见识 可比爹民宽广多了 滚出去 哎 这世间难道真有如此神奇的粮食 陈证和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朕见到你们回来 真是高兴啊 你们辛苦了 皇上过誉了 臣等此次出使夕阳 他一边说着 便有宫人捧着这些奇珍异宝不潮 将其呈现给皇帝与百官 无数的宝贝映入众人眼圆 令人看得应接不暇 好好好 证和啊 还有吗 啥意思 这还不满足 皇上 万国来使还在殿外等候觐见 先各国使臣觐见 皇公子 我们来此地作甚 若微 对不起 其实我不姓皇 而是汉王世子 朱瞻赫 你一直骗我 我杀了你 若微 够了 滚回去做你的世子爷吧 日后若再让我见到你 我肯定会亲手杀了你 多好看的公影 可把你盼来了 这臭小子一直藏着掖着 不 我不是 臭小子 人都到我家门口了 也不知道让人进去 真欠揍 而那 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 若微 这是王爷 汉王若是无事的话 弥女先行告退了 如果你想救奴儿 干都斯的三万静难遗孤 本王会安排你 明晚入万国宴 这是让父皇赦免 静难遗孤的唯一机会 至于具体怎么做 本王到时候会告诉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本王不会勉强你 选择权在你手中 如果你想去 今夜就暂住王府 如果你不去 现在就可以走了 即便我去了又能如何 难道要我当着万国使臣的面 给逆贼朱棣下跪 求他赦免三万静难遗孤 够了 若微 你一口一个逆贼 至天家为言于何地 你个倒霉孩子 给老子滚出去 这孩子太实诚 你不要放在心上 本王之所以让你 举明晚万国宴 是因为你身份特殊 父皇若是赦免了你 那就是一个好的信号 你应该明白 本王的意思 那我该以什么身份 参加万国宴 我这傻儿子 不会说话 但他对你的心意 想必你也看在眼里 不要因为傲气 后悔一辈子啊 还愣着干什么 进去道歉啊 老子聪明一世 怎么有你这样的傻儿子 现在叫你们来一事 就是让你们拟定出个章程 如何把郑和带回来的翻货 变成银子 太子 你怎么看 父皇 这个 儿臣想去码头 看一看那些翻货 再做决定 汉王 你觉得呢 爹啊 据儿臣所知 郑和率大名宝船 一路上都看到了 各国收银获利 那是因为他们 多采用征税之法 皇上 绝对不可 眼下正是广加招来 有牧林邦的大好时机 臣以为眼下朝廷 还是以赞不争税为好 怀柔远人 才能万帮来朝啊 老二 你这办法欠妥 既然如此 正和你可有什么办法 皇上 臣以为朝廷可用官价收购 再拿到市场上卖出 两厢差价 利润定然不菲啊 好 是个好主意 父皇 这主意虽然不错 可这一买一卖 有谁来经营呢 皇上 臣以为可交由 户部派元代为官吏经营 让我户部成功都去做买卖 正大人可是在羞辱我户部成功 皇上 自古君子欲于义 小人趋于利 这户部官员出去做买卖 成何体统啊 你们认为做买卖 犹如君子之名 有被围官知道 那好 这个买卖朕来做 从这个月起 所有官员就用正和 带回来的番货 折合你们的奉银 这就叫翻货折凤 为君分忧嘛 弟啊 翻货折凤 这种馊主义 你都想得出来 汉王 你方才说什么 翻货折凤 只会使得满朝文武大臣 都变成逐利之徒 也不就是 想将翻货变现 弥补国库的空虚 再趁机让朝野 都感受到下西洋的好处吗 你给我三天时间 全权处理 翻货变现一事 儿子承诺 至少可以处理一半 老二 你打的什么鬼主义 现在说不得 说出来就不灵了 不过儿臣 还要一个人 行部袁外郎 周辰周寻辱 行部袁外郎 你是做买卖的 不是去查案的 汉王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 对了 今晚万国宴会 可曾准备妥当 放心吧 爹 一切都安排好了 老大 这些天让你受委屈了 爹这说的什么话 儿子不委屈 行了 朕把你留下来 是想问一句 你觉得老二 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爹 你还真别说 老二最近变化 还真有点大 朕也觉得老二 有些不太正常 爹啊 你看儿 陈金持跳老二 教的跟红体操 吃老二配的燃脂套餐 还真瘦了不少 真是问你这个吗 滚出去 哎呀 老二 听说你在老头子面前 立下了军令状 三天之内将翻火变现 你怎么想的 你以为我想啊 老头子提出 翻火折缝的馊主意 真让他这么干了 指不定被那些朝臣 被地里戳几凉姑 我这也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倒是老大 你也在场 为何就不阻止老头子一下 我敢骂我 老头子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没事的时候 都要骂我几句出出气 二叔 您打算怎么处理那些翻货 交交辙呗 老大老三 快来看看你们的直习夫儿 喝辙眼光就是好啊 这得比我们强多了 三叔佩服 徐大哥 我好像看到若薇了 别瞎说 若薇根本就没来 还等着我们去营救 大名乃是礼仪之邦 一向主张强不凌弱 众不欺挂 愿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爹 这是张鹤给你挑的孙媳妇儿 满意吗 不错 这女娲容貌上家 气度不凡 配得上我朱蒂的孙儿 女娲 你觉得这这个孙儿怎么样 孙若薇一颗心 砰砰直跳 明明眼前就是杀父仇人 但当真正面对他时 孙若薇却发现自己竟对他 没有一丝杀意 或许 大名真的需要一位盛世明君 世子殿下宽厚人善 韬光孕育 成可谓无双家公子 是詹鹤教你这么说的吧 行了 你去忙吧 让他们俩陪着朕 朱蒂让这两位随势左右 就是为了等会甲刺杀时 看看孙若薇的反应 很快朱高旭趁没人注意 来到殿外见到了事先安排好的甲刺客 王爷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等到父皇召见物良哈 或是窝国上场时 你们就可以动手了 黄炎 我们几时动手 巴嘎 你低良心大大低坏 你娘咧 还让我们假冒窝人 我看你才是窝人吧 等你们面胜的时候 那是最好的机会 黄炎 朱蒂身旁的女子是不是若薇 什么若薇 那是本王的儿媳妇儿 果言为都指挥同志哈尔代参见陛下 此次北伐达达阿鲁台部 你们物良哈部从征有功 想要什么赏赐 臣恳请皇上允许物良哈部众目大明 物良哈部愿勇为大明翻脸 勇为大明皇帝尔末 但是大明在喜丰关外 东连辽东西皆宣浮 事为永远拒之 自太祖高皇帝起 便是我大明将 朕若将大明给了你们 那还有何连连下去见太祖高皇帝 皇上 是您当年请口答应我们 禀告王爷 准备就绪 好 准备 一 老二你这是新买的苹果15pro 不 这是我在人人租平台租的 据划算 苹果16即将发布 原价7999的全新苹果15pro 降价优惠 现在租一天不到11块钱 只要官网价五折 还能一元租7天苹果14pass 急用机子的可以应急一下 除了手机 还能租相机 电脑游戏机 啥都能租 人人租是专业 做租赁平台 放心靠谱 租东西 用人人租就对了 够了 此事休要再提 念你们从政有功 下去找太子多要些赏赐吧 有人行刺朱弟 皇帝不能死 他若死了 奴儿干都司的兄弟姐妹 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他若死了 天下就会大乱 受苦的还是黎明百姓 看来果真是老二对了 若微 怎么回事 徐大哥 你还安排了其他人 徐大哥 若微怎么给朱弟挡箭 徐大哥 若微还抱着朱弟的孙子哭 心态崩了 有刺客 快护驾 封锁会场 任何人不得出入 煽动者斩 徐斌刺杀皇帝 绝对会在剑上脆毒 你这个呆子 你怎么这么傻 你怎么这么傻呀 若微放心 只是小伤 不外师的 这个蠢儿子 怎就没点眼力剑呢 我懂了爹 华儿呢 是谁 是谁杀了我的赫尔 爹啊 您要给元臣做主啊 今日是万国来朝的盛世之日 竟有人想要刺杀朕 哈尔带 是你做的吗 皇上 此事当真 与我误良哈无关啊 还请皇上明察 哼 不是你误良哈不 那会是谁 各国使臣 暂且返回医馆休息 若你们清白 那此案 定然与你们无关 詹赫怎么样了 大哥 先把赫尔 送去太医院 合着这事 你们演的一出戏啊 老二啊 看来还真是你赢了 景青这女娃 方才真的挡在了 朕身前 那丫头是静难遗孤 老二啊 老二 你怎么把一个女反贼 什么女反贼 这是朕的孙媳妇 等詹赫醒了 朕就会赦免了她 还有那些静难遗孤 徐大哥 现在该如何是好 那次可是来搞笑的 隔这么远放冷箭 闭嘴 你就不怕将近军招来吗 我国使臣何在 快开门 徐兵见过皇爷 朱高旭啊 朱高旭 你果真就是皇爷 一群没用的东西 别人自杀你们被查 本王都感到丢脸 现在我们该如何脱身 还请皇爷试下 这里有五套锦衣卫的行头 换上跟本王走 本王带你们出去 我们不能就这么走 好不容易有一次学家的四杀机会 闭嘴 这傻缺是谁 没脑子吗 现在整个宫廷都戒严 进军马上就会查到你们 现在不走 等惠尔就走不了了 皇爷误怪 念心刚从锦衣卫出来 伤了脑子 我不走 我要去救若违 蠢货 你再犯魂 兄弟们都得给你陪葬 快换衣服 狗贼 你出卖我们 傻缺 没看到老子也被围住了吗 二叔啊二叔 放着好好的汉王不作 非要勾结反贼 侄儿真是不能理解 大侄儿啊 二叔教你个乖 不然你等惠尔要后悔 人赃俱祸 你还想狡辩 来人 绑了带去见皇上 大侄儿你误会了 我怀里有封信 你看见就明白了 有什么话留着跟皇上讲吧 统统带走 不错 这下静难遗孤的事情解决了 顺带还能找到剑文的下落 老二不错啊 爹啊 您没伤着吧 爹没事 倒是伤了詹鹤这孩子 那剑只是射中詹鹤的肩膀 还一致及时 只是歇皮外伤 父皇 儿臣敢问 这次杀是不是你们演的一出戏 你看出来了 爹啊 老二瞎折腾 你怎么也跟着他胡闹 再问国宴上安排甲刺杀 丢尽我大明脸面不说 还让那些海外来使看尽的笑话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 行啊 都敢教训起你老子来了 朕看你是翅膀硬了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您是大明天子 肩负着大明万里河山羽 一兆子民 若您出了什么闪失 行了行了 爹知道你是未爹好 下次不会再瞒着你了 还有下次 皇上 太孙殿下来了 来了就来了呗 让他直接进来 皇上 太孙殿下是绑着汉王爷来的 嗯 儿子把了老二 他抽的什么疯 让他们滚进来 皇爷爷 二叔勾结反贼 将他们伪装成窝国使臣 并在万国宴上刺亡杀家 刺杀失败后 二叔又准备了锦衣卫服饰 准备驻刺客逃出宫去 被孙臣当场人赃俱获 请皇爷爷下旨发落 你在锦衣卫忙活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现在 皇爷爷 其实天阶刺杀也是二叔所为 此次若不是孙臣机智国人 当场将他们抓住 够了 这 这不对吧 您吼我做什么 您不是该对朱高旭发火吗 信呢 你没给他看 爹 我让大侄儿看 他不看啊 再说我双手被反绑 也没法拿信给他啊 信 什么信 你把他怀里的信 看了再说 云文无止 剑字如物 执年少德国 为奸臣所悟 信有阵 新兵好贼 九万年于道悬 不然 设计为 竟是皇爷爷给 朱宇门的亲笔信 皇爷爷要与 静男一股和解 所以说 二叔与反贼勾结 极有可能是老爷子 一手安排的 我破坏了老爷子的大计 爷爷 我 朕次你王命金牌 让你入职锦衣卫 是让你去追查 静男一股 搜寻剑文下落 可你倒好 一门心字 放在追查汉王 勾结反贼 你就这么想 扳倒你二叔 爹 孩子还小 请爹恕罪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跟你爹一起 交还金牌 禁足三月 没有朕的命令 不准踏出东宫半步